当地时间3月2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并签署协议 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特朗普之后签署公告 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公告称美方这一决定是因为伊朗和珍珠党等组织在叙利亚南部采取行动 试图把戈兰高地变成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场所 特朗普表示美国必须帮助以色列更好的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对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表示以色列将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国家安全 据报道对此叙利亚外交部表示 特朗普此举是对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实施控制和管辖 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那是以色列领土 叙方一直要求以方归还这一战略要地 并将其作为双方实现和平的条件之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